余沙本港今日大致會是天晴 但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早上有一兩陣雷暴 最低氣溫大約28度 日間天氣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新界再高1、2度 最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展望最後兩三天有狂風驟雨 風勢增強 現在室外氣溫是29度 相對濕度84%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 南武熱南 沙美熱南和香港熱南吹強風 天氣開放 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和南海帶來不穩定天氣 在晚上11點鐘 超強颱風尤德集計在北位15.8度 東京123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 大約是每小時195公里 要尤德向西北偏西移動 持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旅送 24小時內改天列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至東南風 4至5級 各地區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海有中浪 南武熱南 吹東至東北風 4至5級 稍後達到6級 有連鎮的狂風驟雨和雷暴 海有中浪 後轉大浪 沙米熱南和香港熱南 吹東至東北風 4至5級 稍後達到6級 各地區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海有中浪 後轉大浪 沙提熱南 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熱南 吹東至東北風 4至5級 各地區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海有中浪 其有48小時 天氣展望 吹東至東北風 6至7級 稍後轉吹 旋風 12級 有頻密的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報 南武熱南 沙米熱南和香港熱南吹強風 天氣開放 1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和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在凌晨3點 超強颱風 游德 集計在北位16.2度 東京122.1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地位是每小時185公里 約到游德 會向西北偏西移動 速速地位22公里 橫過旅宋 天氣方面 一度高壓隻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同時 一個低壓區為南海中部和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超強颱風 游德 減弱為強颱風 雙周五點 游德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北約220公里 約了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旅宋 預測港地區今天是大致天情 各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新界再高2度 吹和緩東風 展望未來兩三天 有狂風驟雨 風勢會增強 酷熱天氣警告 現證生效 現在氣溫28度 相對濕度84% 接著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報 南澳以南 三美濟南 香港濟南 沙堤濟南 吹強風 天氣概況 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 以及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超強颱風 游德已經減弱為強颱風 雙周五點 游德集結在北位16.4度 東京121.7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每小時165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旅宋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翠東風4至5級 各部地區有狂風驟雨和淚暴 海有中浪 其後48小時天氣減亡 翠東至東北風7至8級 稍後轉翠旋風12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一度高壓積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同時一個低壓區為南海中部以及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上午8點 強颱風游德集結在馬尼拉爾北約22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旅宋 天文台表示 強颱風游德正穩定地橫過旅宋 一度高壓積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同時一個低壓區為南海中部以及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上午10點 強颱風游德集結在馬尼拉爾北約25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旅宋 天文台表示 強颱風游德正穩定地橫過旅宋 預計今天下午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天文台今天稍後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胡宏進表示 游德吉爾東途徑仍然有變數 強颱風游德在今天大約正的時間橫過旅宋 開始進入南海 預計游德在今天下午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天文台到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在接下來幾天 游德會橫過南海中部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元朗 不過無論如何 和他相關的不穩定天氣 在接下來幾天都會影響華南元朗 按照現時的路徑來看 游德正面吹襲香港機會大不大呢? 按照現在的路徑 由於在接下來幾天 是受到中國東南部高壓者減弱所指 所以游德登陸的地點 現在還是有變數的 現在說是會不會去哪個地方登陸 然然是言之常做的 未來幾天香港的天氣會怎樣呢? 預計明天我們的天氣會有狂風著雨 稍後雨洗有時會破大 也留意海面會有湧浪 至於星期三我們的風力會再一步增強 天氣方面就會狂風和大著雨 香港的報道反應 香港的報道指定下降臨時 會是指定在香港的1站號 現在的風力會出現 事件中心的1個月 這個天氣會有時會被炫耀 警察官方也會判斷 層旁邊之間 會有所謂的快速度 有時會有發現 它會有時會打破 地下降臨時 日的風力會出現 流動了 South China Sea It is expected to enter within 800km of Hong Kong this afternoon The observatory will consider issuing the standby signal No.1 by the time And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Yuta will move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western coast of Guangdong As the reach of high pressure over the South Eastern China Will weaken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however Yuta may take more north to the track The landfall position does remain uncertain Anyway, its associated unsettled weather will affect the coastal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thus the weather will deteriorate Winds will strengthen with heavy squally showers And there will also be swells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一度高壓隻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在正午十二點強颱風尤特集結在東沙東南約530公里 而遼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南海中部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預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會是大致天晴、酷熱 但各部地區有驟雨、吹和半東風 展望未來兩三天天氣會轉懷 有狂風大驟雨、風勢增強、海面有大浪 酷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現在氣溫34度、相對濕度55% 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吹這個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氣概況 在正午12點強颱風尤特集結在北位17度 東京119.9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55公里 預料尤特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橫過南海中部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 漸轉6級 有凌散狂風驟雨和淚步 海有大浪 南澳以南、沙美以南 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 漸轉吹東南風達到7級 有凌散狂風驟雨和淚步 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 吹東至東北風8至9級 漸轉吹旋風12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淚步 浩爾天力警告生效 鐵文台下午錄得氣溫35度 各區氣溫普遍上升到34度或以上 強颱風尤特正橫過呂宋 預計下午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鐵文台今天稍後會考慮 發出1號戒備訊號 下午4點由張曼燕報導新聞 鐵文台會在短時間內發出1號戒備訊號 鐵文台說強颱風尤特已經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高壓席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本港下午天氣酷熱 各區氣溫普遍上升到35度或以上 下午4點強颱風尤特集結在東沙東南偏南 大約40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鐘約22公里 橫過南海中部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城和酷熱 但各部地區有驟雨 吹和換東風 指望未來兩三天天氣轉壞 有狂風大驟雨 風勢增強 海面有大浪 浩爾天力警告現證生效 現在氣溫35度 相對濕度54% 最新的消息 天文台在剛剛4點05分發出1號戒備訊號 天文台在剛剛4點05分發出1號戒備訊號